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是第二个系列 活得更好 大家说活得更好 活得更好 你们旁边的人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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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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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你看 我们人都追求好 追求好 但是你知道我们上帝 他要怎么样的 他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吗 他希望我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不是good 是great 卓越 阿们 不是好 是最好 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 不是好 你们清楚 弟兄姐妹 神要给我们活得更美好 不是好的 所以你来到上帝祷告的时候 你要担心的求啊 上帝要帮助你 上帝真的是会给你最好的 上帝没有轻看你们 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上帝都称他们是什么呢 我的儿女 我的儿女 他看你为你 是我的儿女 他会给他儿女最好的 所以你会过得更美好 父母可能能力有限 他就想要给他的孩子最好的 但是有许多东西 他不能给他 父母不够能力 但是我们上帝 称我们为他的孩子 他要给我们最好的 但他有 他做得到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是好 是非常非常好 是卓越的 是贵 阿们 阿们 上帝愿意帮助我们 但是许多时候 你愿意帮助你自己吗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上帝愿意祝福我们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 我们会丢给 我们会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自己 我们要怎样帮助自己呢 大家说 要有梦想 梦想 梦想非常重要 我问我的青少年 你们有没有梦想 我大多数的人说有 吓到我 借助他们有梦想 然后我问他们 如果没有梦想的人怎么样 他说太没有意义了 掌巴腾腾腾腾 好像丹西这样子 所以但是当中 有一些人都觉得 哎呀 我想都不敢想 这是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很痛 一个十多岁的人 他觉得梦想 他想都不敢想 他怎样过二十岁 他怎样活到三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十多岁 在你们这样年轻的时候 你们觉得哎呀 没有梦想 不要去想 不敢去想 啊 你的人生怎么样过呢 所以梦想非常的重要 你看哦 每个人都会有梦想 是不是 连睡觉都会发梦哦 你说没有梦想 就是想 我看我 有周界的 Superman的 德华 我三个不认识了 我想到时候记得 我看到第一次节目 哇 Superman 我要像他 哇 他没戏啊 先去拍没戏 走走走走走 太遥远了 我叫你德华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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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你德华 就有梦想 我周界人了 周界人都不会了 周界人 这个女生 你看 哇 他笑得很灿烂 哇 这个人 他 他 他有1900间的分堂 是健康美容产品的 所以他是壮大权的女人 这个不用讲 他是古宗宅 他是Apple的壮大权 这个男生 也是很厉害 他在业业之间 赚了10月美金 他是 他是发于那个 网站的这个浏览器 哇 所以一业之间 发财 OK 我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 我们成为有钱人 成为怎么样的人 成为成功的人 哇 可以赚很多钱 每个人都有梦想 是不是 当我们想到梦想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怎么样 哇 很幸福 哇 很甘甜 一定很好的 不用想 没有人一个 没有礼貌 有一个人的梦想 是想要去死的 是不是 每一个人的梦想 都想到很好的 所以不管 是不是信耶稣的人 基督徒 我告诉你 上帝都要给你梦想 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去享受梦想所带来的幸福 梦想所带来的幸福 所以你看 我们人 应该活得很好的 应该活得更美好的 应该活得很幸福的 是不是 所以上帝 他没有偏带 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所以我们要去努力 去争取 不要觉得 哎呀 我年纪这么大 你还梦想什么 OK 你年纪大 你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 你可以来释放上面 有很多的 什么人是没有梦想 死了的人 梦想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有梦想 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但是你会看到 人会出现一个问题 他有梦想 他也达到了他的梦想 不过 他还不能够完全 甚至有一些人 达到了他的梦想 他失去了他的家里 失去了他孩子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问题在哪里 我一个青少女的答案很准 因为人的梦想不够大 对啊 我们的梦想太小了 就算达到 也不满足 所以你的梦想要够大 这是真的事情 要够大 那你看 这是犹太人 这是圣殿的墙 在以色列那里 那犹太人 犹太民族 耶稣是犹太人 耶稣是犹太人 先讲一次 那犹太人 可以算得上 很有钱的民族 很有智慧 很聪明的 每一个做生意的人 赚大钱的人都会去研究犹太人 他们是这样做生意 所以犹太人 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民族来的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是什么 他们要重建圣业 所以 耶稣还有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们是想敬拜上帝的 是建立一个圣殿 然后上帝选个祭司 每一年去敬拜神 那因为犹太人不敬拜神 不相信耶稣 耶稣说 这个圣殿 将会被毁坏 因为你不信我是你们的神 结果真的毁坏了 所以犹太人痛哭在那里 他们希望 用他们的一生的 的金钱的经历 来再次重建这个圣殿 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但是我们知道是耶稣的人 不需要 耶稣就是圣殿的 不需要这个墙来敬拜他 如果我们敬拜神要去那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 你可以去吗 去不到 上帝已经为我们死在死之下上 使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来祷告 闭上眼睛他就给我们祷告 那你看如果太人很有钱 他们甚至达到了他们的梦想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伟大的 更伟大的梦想就是要重建圣殿 他们为了要重建圣殿 发生了许多的暴乱 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所以你看哦 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一句话说 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 听过了 你赞同这句话吗 赞同的句什么 赞同吗 三个诸葛亮 剩过一个诸葛亮 他们的臭皮匠 我告诉你哦 三个臭皮匠 就是三个臭皮匠 我给你十个臭皮匠 都不能够胜过诸葛亮的 这是不可能的 三个臭皮匠 三个不会英文的人 加起来 等于一个英文老师 所以你看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想法 臭皮匠的思想 永远不会有诸葛亮的梦想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们人跟上帝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的梦想是很有限的 我们知道那东西太有限了 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 诸葛亮的思想 比诸葛亮更伟大 所以他的梦想绝对是大过难 所以你看哦 价值观有问题的人 他的梦想 他所想出来的东西 就会有问题 就是会不完全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梦想 因为上帝是完全 perfect 而且是有能力 而且是伟大的 所以你有他的梦想 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所以上帝的梦想在哪里呢 上帝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问你哦 你的梦想是什么 可能你可以回答中总 我要我要美 我要成为model 我要有钱 我要成功 我要毕业 可以 但是如果你问上帝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上帝会回答你 我的梦想就是你 我的梦想就是你 你就是我的梦想 阿妹 你就是我的梦想 我要成就伟大的梦想在你的身上 你就是我的梦想 阿妹 他说我们上帝 圣经说什么呢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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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章八章 耶路华说 耶路华说耶路华是神 神说什么呢 他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他的道路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 神超越你 高过我们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梦想 乡神的梦想 放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就要变成大的梦想 上帝要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有福了 那父女旁边的人有福了 有福了 你的梦想要成真 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你 神的意念高过你 神的意念高过你 所以他给帮助我们 所以他给帮助我们 他今天 今天 许多人都有梦想 不过他的梦想 已经经历了许多的挫折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有一些人觉得 哎呀 连想都不敢想 我还有什么梦想 我都没他check 我的妈妈看不起我 我的公公看不起我 还有什么梦想 不要再想了 失望 那我告诉你 今天上帝要 再次赐给我们梦想 你们来看 圣经说什么 使徒行 这二章是事情 在末后的日子 就是在这日子 神要怎么样 他要将他的灵 你看 教灌凡有血气的人 我们人就是有血气的人 他要说 他将他的灵充满我们 与我们同在 然后他说什么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 你们的儿女 要说育养 你们的儿女要说育养 什么是说育养 就是神 今天告诉我 说你的未来是什么 你的未来会怎样 你的未来是怎么样 你的未来会怎样 你的未来会怎样 我预言你将来会怎样 神今天 要向那些已经破 那么想破碎的人 发育养 发什么育养 很简单 育养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你说 上帝要帮助你 上帝要为你开悟 上帝要解决你的问题 上帝要改变你的婚姻 上帝要重建你经济的困难 发育养 上帝一直宣告祝福在人的身上 他要发育养 而且他还说什么呢 你们少年人啊 要见异象 什么是异象 异象在哪里 从哪里来 从天来 你们年轻人的看见 异象 就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梦想 今天你们梦想破碎了 不要紧上帝要开你的眼睛 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 有一个在你前面更大的梦想 是何等的荣耀 是充满祝福 充满能力 所以我们人 会看到上帝的计划 老年人 上帝也要祝福他 也要做一梦 也是一样的 上帝要让他梦进 他的旨意 他的计划 所以每一个人 在世上都非常的重要 上帝 就是你们 上帝的梦想 上帝的梦想这么大 他把一个一个放进去 互相效力 每一个人都要完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拥抱 神所赐的梦想 大家说拥抱神所赐的梦想 拥抱神所赐的梦想 神已经给我们梦想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守护养神了 对不起 我不要 你走你的梦想 上帝已经给我们了 我们要拥抱 不要拒绝 我们看圣经怎么说 诗篇 139篇第16节 这个是大卫王 大卫王他就在祷告 他说神啊 我未曾行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赏月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了 你在baby 在罵我的肚子的时候 上帝已经把你的命定下来 写在生命侧上了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因为我们很多人 用这句话用的小鸡盘 一下车 碰 弄掉了 撞到了 哎呀 我命中注定 是不会过这减 命中注定 或者是有病了 哎呀 我就是命中注定 要种这个衰 命中注定 我告诉你 上帝的命中注定 不是这样子用的 上帝命中注定 你呢 是他所祝福的 上帝命中注定 你的生命要改变 你的家庭要改变的 上帝命中注定 你要完成一个伟大的梦想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 哎呀 这个世界 多我一个不多 少了我一个也不所谓 你不要这样子想 每一个人在世上 都有上帝的呼召 上帝的旨意 上帝要在我身上 成就大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觉得 我的身材不比人 我的脸不比人 比不上人 我的身高也比不上人 你不要这样子看自己 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 会非常的宝贝 上帝已经定了 已经洗下来了 我们以后会怎么样荣耀 怎样被上帝祝福 而且我们要与上帝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弥 开始我们上帝了 大帝王在祷告说什么呢 神啊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的时候 你已经复辟我了 当你还是baby 还不懂得保护你自己 连你妈妈都不能够保护你的时候 上帝在母腹中保护你了 复辟你了 那时候你不知道 你还有妈妈很伟道 上帝下来我妈妈是最伟大 其实废话也更伟大的 就是神啊 保守你的孩子 所以看我们神 爱我们 非常爱我们 那有一个 有一个 妇女 她从小就在一个 破碎的家里长大 经历了许多的苦 不过这个小孩子呢 她是认识 这个妇女的她从小就认识一次 她只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长大后 嫁到一个好的丈夫 然后生活可以不用忧虑 我的丈夫很爱我 我也很爱你的丈夫 这是她的梦想 每一个人的梦想都会要好 所以这个女生长大了 也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呢 突然间发生什么事了 她的丈夫变了 变成烂股 欠很多钱 甚至犯罪 做剪刀 出出经济 出出经济 哇这个女生她是基督徒 是神老没有理由的 婚姻是你所设立的 我的婚姻是上帝你所祝福的 家庭是你所祝福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不相信 她很伤心很伤心 她尝试呢去找她的朋友 甚至找牧师去见她的丈夫 你看 她不是你来帮助我的丈夫 她是这样子怎么办 哇 很伤心 然后这个妇女呢 她唯一能够清净神的时间 就是在洗盘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 祷告 祷告 流眼泪 祷告 祷告 她一边祷告神啊 相信你的人 并不至于羞愧了 你的信你的人 看到后遗 一定要被蒙福了 祷告祷告 突然间上帝跟她讲一句话 你是指挥的妇女 你是指挥的妇人 她开始我 眼睛开起来 我是指挥的妇人 我是上帝要借着我来改变我的丈夫的 原来是如此 我还以为要去找牧师 要去找朋友 来帮助我的丈夫 原来不是 原来是上帝的能力在我的身上 原来是上帝的允许在我的身上 我才是改变我丈夫的那一个人 我这个奉励祷告祷告祷告 她的丈夫还是一样很烂 直到我一天 她的丈夫在监狱里面开电视 转来转去 一转没有看到 牧师正在讲道 她就听了 那牧师讲道 就流泪 因为我们现在也许说 开变 他也是个人上帝的 对自己 你可以再一次跟他的丈夫和好 上帝一起在我们的身上 你要相信 不管你现在你的家庭 你的生意 你的健康 遇到什么问题 你要坚持的相信 上帝给你是最好的 他给你的梦想是完全的 有一个牧师 当然还没有做牧师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友 不过这个教会就没有牧师那样的 哇 那时候才几十个人 那么这个平西服 他就很爱这个教会 他说神怎么办 你的教会没有牧师 他就跑去神学院找牧师 请牧师 这里请那里请 哇 请来的都没办 就是这样子 他就很灰心 怎么办主啊 教会怎么可以没有牧师 然后祷告祷告 上帝他说 他说 你去做牧师 结果他顺服 真的是做牧师 去读神学 他的教会 从几十个人 带领到变成几百个人 我 所以神教他一句话 我要用的人 不是别人是你 今天你们每个在 恩典堂教会 这个教会怎样复兴 你们就是这个教会的 大 多条 柱子 今天教人不能复兴 是你们是重要的关键 是你们的存在 教会 父亲 不是请一个很厉害的人 来到我们教会 教父父亲 不是这样子 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要咔嚓咔嚓 看你自己 你要相信 当你还不懂事的时候 上帝 扶贫 保守 所以你要敢敢去梦想 敢敢去梦想 不要等到 九十九岁才开始梦想 你要相信上帝保守 那梦想上帝赐给我们 应许上帝赐给我们 能力上帝赐福给我们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 拥抱 神所斥的盼望 上帝为什么要给你 应许给人的话 就是要你有盼望 你有时候就好像 被关在一个房间 黑暗 充满了黑暗 你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 上帝给你盼望 灯亮了 好像一盏灯亮 你就看到门在那里 你就继续 很积极的往着你的梦想 去做 带着盼望 充满 充满 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不可以没有盼望的 梦想的动力在于盼望 盼望的动力在哪里 盼望的动力在哪里 信心 那就是说信心 信心 当我们走这个盼望的道路的时候 会遇到挫折 会有失望 会有不愉快的事情 不过是什么使道 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信心 那就是说信心 信心 我们看圣经怎么说 马太福里十七章 圣经说什么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 皆菜种 就是对这座三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事 你看到耶稣在圣经里面 瞧瞧骂人 你这个小性的人 你们就是小性 信心小 信心小 其实圣经所谓的信心小 是讲到没有信心 信心没有大没有小的 那你看看圣经 这个圣经有现在在我的office 我忘记拿下来 这很小的 这是这样小的 圣经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 你的信心如果这么小 就可以叫前面的大山 某种 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梦想 不过他要求我们 很小的圣经来回应 就可以完成了 今天耶稣如果要求 要求我们要有很大的圣经 才可以信耶稣上天堂 我告诉你们 没有人可以上去 是不是 如果神要求我们 哇你们一定有很大的圣经 我才引人病 才改变人家庭 所以可以 所以可以得到帮助吗 没有 神知道我们人实在太软弱 太也没有信心了 所以他只是要求我们 用很小的信心来回应 就可以得到他的祝福 阿们 开始我们上帝 那 许多人不懂什么叫做信心 其实信心很简单 就是 顺服神 大家说顺服神 顺服神 今天我们怎么样信耶稣得救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说 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唯有他拯救我们 唯有他爱我们 只要我们信 就得救 好神 我顺服你 我相信 得救的 今天神说 你的家庭要改变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要改变 你的健康要改变 是的神 我顺服你 我相信 得到 所以你不要担心 这是顺服神 神说你要按锁 为你的病祷告按锁 你就不要去理 哎呀阿姨 好了没有 什么样子 你是顺服神 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真的是有病 你这是顺服神 过去为他们祷告 就等到医治 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以为我 要用很大的信心 哇 准备了 哇 信心大 我要去见那个Auntie 他中天子 去 中天子的女 不是这样子 所以很简单 上帝要我们用很小的信心 来回忆他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受尽鞭打 从死里复活 没有一个人都像他这样子 所以他成就这样大的工作 只要我们用很小的信心 就可以领受了 阿妹 开始我跟上帝好 那 当我们缺乏的时候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会宣告 你说你有信心 但是上帝要你宣告他的话 非常重要 当你缺乏的时候 哎呀神啊 我宣告 你就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于缺乏 当你好像没有路走了 你要宣告神啊 你就是在沙漠太江河了 你就是在旷野太道路 宣告上帝的话 当你四面受敌我 有人攻击你 有人要害你 你要想 你要再次宣告神啊 神啊 你若帮助我 谁可以抵挡我 没有 当你没有力去完成你梦想的时候 你要宣告说 神啊我靠这里加给我的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阿们 所以你看哦 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 不要建立在自己的身上 信心如果你建立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叫做自信 如果你用你的自信 来达到你的梦想 有一天你没有自信 你的梦想也等着到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上帝还会改变你 如果你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那里 你没有信心 信上帝给你的信心 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那里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还真的年轻 如果你跟我讲话我会气死 因为我讲过是讲一般的 讲一般就放弃了 不讲的 这样子 比如说阿孙啊 你知道 一个人要怎么样成功 我会回应你的 一个人要成功 他就 就要 放弃了 放弃了 不讲了 多么的没有自信 多么的自卑 但是今天讲最多话 讲最长的 讲到你们不能回来是我 所以你没有信心 如果你依靠神你就没有信心 我发现人 现在今天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不是生活上的一些挫折 灭对挫折的人 他会失望 或者他再自己再努力 不要放弃 有一天他再次有希望 但是今天人遇到的问题 不是生活单单的问题 是遇到灾祸 那个时候灾祸 灾祸 灾祸 灾祸是呢 可以把你的命都拿走 令你彻底的失望 绝望 不是失望 彻底的绝望 好我们跟 Depra 他们团队去泰尼 去到一个老人家的家 这个阿孙是马来人 八十岁 我们去他的家 他家 鼓鼓的 那样子 然后看到他的 然后他在画的 我们就问他 欸 阿孙啊 你什么啊 他就说 你自己犬猪猪 哪里有猪猪 哪里有猪猪 死 哪里有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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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猪猪猪 哪里有猪猪 哪里有猪猪猪 你亡猪猪猪绝 我都还很笑吗 然后家伙传了就说 你看他一说 太感动了 他抱着家费 然后过后我就抱着他 他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气 我的眼泪流下来 你们还是要这样大声 80岁 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还有自信吗 你还跟人家说 这是我的神 说不出 所以人遇到的是灾祸 不是挫折 不是生意示范 真的是灾祸 没有命 自己挤不起来 所以你看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 禁定在神那里 所以你看人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人会遇到结化 更结化的是什么 这是下到地狱 人死了 要去到遇见 受苦 永远的绝望 今天你看很多人遇到问题 会这样子吗 是拖年吗 有些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把他头钻进洞里面 逃避 这个叫逃避 人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失望 解决他们的绝望 那有一些人怎样面对他们的问题呢 领救领啦 送啦 不要再回去看我的老婆了啦 她很乱啦 我出去喝酒啦 这个家里是没有人救了的啦 我的孩子就是 哎呀不要讲他不会养我的啦 我跟他吵架不会养我的啦 我准备跟他脱离父子关系啦 要去那个奥利波那边 奥利波那边申请喔 看他们的帮助喔 有些人是这样子喔 去放纵他的一生喔 反正人只活一生 活一次喔 有些人是怎么样 哇宗教 这里拜那里拜喔 拜到拜到泰国 拜到Banggok 拜到中国 全世界拜到完啦 希望他的绝望 希望他的挫折可以改变 所以要告诉你喔 宗教其实是人喔 去想出来的 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不是宗教 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 是上帝创造人类 上帝给我们生命 没有所谓的宗教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看重跟神的关系 很看重祷告 很看重敬拜 所以我们跟神是一个关系喔 不是一个宗教 那我们看耶稣他怎样解决我们的问题 解决我们的决望 圣经彼得前书一章三节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过的 盼望 耶稣用死 用复活 给我们重生 什么是叫重生 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 是叫我们什么 有盼望 所以你不要说我信了耶稣没有盼望 我们信了耶稣有盼望 有新的生命 我们被重生 我一个老师 我的老师 是学生 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见证 他说他小的时候 他能办法带他去算命 那算命了 带他算 水 水 我只能够算到你十五岁 但是你十五岁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 只能够算到你十五岁 我的老师一年一年长大 到了十五岁的时候怎么样 信耶稣 不好意思回上帝 各位 信耶稣 当一个人 他的生命不在耶稣的时候 他是在这个世界的魔王的诠释里面 他说他是当他算不到你 只是会遇到灾祸 当你是一个耶稣的话 你的生命就在耶稣那里了 耶稣保守了 关起来 魔鬼的灾祸 魔鬼的那个匠什么都不能够引到你 上面保守你 所以你是重生了 你是有新的生命的人 阿们 你有看法 耶稣他怎样面对 面对我们的绝望 怎样解决我们的绝望 然后他说 14章36节 耶稣说什么呢 他报复啊 耶稣当时候他知道有人要捉他 要捉他叮死指甲了 但是他没有逃跑 他不停的来到世上 宣告说他要替我们死在指甲上 解决我们的绝望 赐给我们活泼的叛法 重生我们的生命 但是他也是很怕 耶稣在那里打到生了 你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呢 将这个绝望的杯拿走 他怕 但是神说 耶稣在说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按照你的意思 他面对这个惧怕 不过他没有逃避 他还是顺服神 喝下这个绝望的杯 所以耶稣在死的时候 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成了 成了 世上每一个绝望的人 梦想破灭的人 都要恢复 我都已经把他们 这个绝望的杯喝下去了 我荡荡他们的罪 荡荡他们的 他们的绝望 成了 我上天要复活 过后也要升天 我的孩子 他们梦想 要成就 他们也要给我 同在 直到永远 那有些人 为什么会绝望 因为他们不知道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圣经说什么呢 克里多前出二章九到十节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只有神借着圣灵 圣灵是什么 神的灵 叫我们显明 就是神生他的事 也参透了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你看我们人 只能够为我们所看见的来预备 来期望 人家做lawyer很好 我也去读lawyer 人家做doctor很好 我也去跟 人家能够在一夜之间 就要这样躲起来 我也去做 就学 我的朋友 他就是跟来跟去 他跟人家读lawyer 读了怎么样 毕业了 他去卖方版米西米 我们人就叫学人 学学学 但是学到一半 学没有玩 那我们人是为我们人知道的 但是我们神呢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虽然完全在前面走不下去 但是我们要相信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你知道刚才我想那个八十岁的阿姨 他活到八十岁 他讲了一句话 我们问他为什么你孩子 你的 你的孙子都死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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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人 你不要做人 活到八十岁的时候 你为你的人生做一个结论 不幸运 的那些 不要为自己做这样的结论 这个阿姨他就是遇到这样的找遇 所以我们要把判断带给人 我们要告诉他 你不是打那些人 上帝不会让我们 九十岁一百岁的时候 我们的结论是 不幸运 不好 摸摸菜 上帝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是有判断的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眼睛虽然会看到 耳朵会很听见 不过我们 我们的神会怎么样 他要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将会看见 我们将会 我们将会得下我们的梦想 将会成就 那我自己 本身有一句 名言 格言 就是 我愿意呢 信我的神 一直到老 一直到 离开世界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我要做着 我总是相信 我的神为我预备 虽然我的梦想破灭了 无所谓 但是我知道 我前面还有上帝为我所预备的 他要引导我 他要借着圣灵 不断的向我显明 显明 我要看见 荣耀再荣耀 得胜再得胜 有能力再得胜 有能力也会派出 有能力也会派出 什麼人上市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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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市 人Today